大家好 欢迎来到道口流的5分钟系列讲座 前面我们提到对故事逻辑和不同的推理方法在写作中的应用 今天我们来谈如何用结构化思维来对我们的文章做整体型的构思 一篇逻辑清晰内容详实的文章 一般来说应该具有一个至少包括三层的这样一个金字塔结构 金字塔的塔尖就是文章的终极结论 金字塔的第二层一般来说是文章的一级小标题 金字塔的第三层可以是足够支持上一级小标题的文章的各个段落 比如在引言的小标题下我们要论证我们的研究目标是合理的 在方法的小标题下我们要展示我们的研究方法是靠谱的 在结果和讨论的小标题下我们要论证我们的研究结果的意义 当然我们也可以是需要决定是否要加入二级小标题 从而构成金字塔更多的层次 在这样的一个金字塔结构中 文章中的每一个段落每一个小标题都不是孤立的存在 而是彼此连接各有功能的 他们一方面要支撑上一级的观点 另一方面又收到下一级的观点和数据的支撑 一篇文章如果具有了这样一个路径清晰的金字塔结构 会为读者节省大量的阅读时间 读者会读得很爽快 学术论文的写作往往要求既要简念又要详实 看似矛盾其实不然 我们要求简念的是文字 我们要求详实的是内容和层次 我们希望我们在文章中的每一个观点 都有尽可能多的来自不同方向的支撑 所以分类要详尽 层次要丰富深入 尤其是在金字塔的最下面一层 一定要有落到实处的信息化语言 比如说数据或者具体的文献支撑 我们应该追求尽量以最少的文字 来表达出最多的意思 打个比方来说 这就好比对文章的骨架 我们要追求详实丰富 而对文章的血肉 我们要追求简念瘦身 我们在构建这样一个金字塔的过程中 有两种结构化的思维方法非常有用 第一种就是我们在由上往下分类时 常常要用到的missi分类法则 missi就是mutually exclusive collectively exhaustive 中文的意思就是相互独立完全穷尽 也就是分类的各个要素之间不重合不遗漏 举个例子把人分为男人和女人就符合missi的法则 因为人类除了男人就是女人 但是如果我们把人分为男人和未婚女人就有问题了 因为没有穷尽 已婚的女人被遗漏了 如果我们把人分为男人和已婚人士也有问题 因为出现了重复 男人中有已婚的 已婚人士中也有男人 为了对观点和信息做清晰的分类和分析 missi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法则 关于missi的具体用法我们以后有空再详述 相对于用missi的法则进行从上往下的分类和分析 很多时候我们首先拥有了大量的具体资料和信息 需要做从下往上的总结 这时候我们就需要用到第二种结构化思维 也就是最小容器法则 比如说我们的目的是要总结出某三项具体信息的共性 作为上一集的标题 实际上我们是用它们的共性作为一个容器 把这三项具体信息都包括进去 这个时候最小的容器就代表了最精确的总结 比如说男人和女人它们的最小容器是人 如果我们把它总结为生物就过于笼统了 总结下今天我们提到一篇清晰易读的文章 应该拥有一个明确的金字塔结构 而构建这个金字塔结构可以用到两种结构化思维 从上往下分类可以用missi法则 从下往上总结可以用最小容器法则 下讲我们会继续来谈一谈如何用结构化思维 来分解和精选我们的研究目标 谢谢大家